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神的安排 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聚会来敬拜神 愿主耶稣祝福大家 我们墨田教会议定将要来建堂 在附近的地方我们也买了一块地 明天下午聚会完还有建筑委员会议 我们当然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会觉得可能有些困难 包括申请的过程当中 还有经费的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到八亿的日币 我们目前大概只有到一半 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为建堂的工作在努力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为建堂来祷告 我们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一些经过 有些要买会堂或者分社教会 或者要修建会堂或者来盖会堂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体会到神的应许不落空 而且弟兄姐妹能够同心而异 来新旺教会 所以有的也体会到很多的恩典跟见证 但是其中有一件就是要借着祷告来完成 会堂跟教会是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听到祷告的时候 所谓教会圣公祷告 这是软体的方面 有些所谓教会的建堂祷告 为了某个地方要分社教会 购买会堂祷告 那这个是应体的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九节 这里主耶稣说 你们拆毁这个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 曾经圣殿荒凉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 提多将军又把圣殿毁掉 圣殿一面枯墙 就是所谓的西墙 东西拉布来心 这一座枯墙 你可以看到 这些犹太人都在这座墙 来哭泣 因为他们漂流在世界各国一两千年 所以他们期望能够回到圣殿 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 那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圣殿曾经有修造的一些经过 神宮というのは修復さ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那当时有一位西利王 他就是用四十六年来修造这个圣殿 かつてヘロデ王というのは四十五年の時間を追加して 主神宮を修復しました 但是主耶稣好像讲了一句很轻松的话 しかしながらイエス様はここで置いて 気楽な言葉を話しています 所以我三天就把它建起来 私は三日内にそれを起こすと 那用我们人的想法 会觉得西利王都用四十六年 那你怎么三天就把它建起来呢 四十六年这个是硬体的 四十六年というのは 这个是物质的圣殿 他要花时间 他要花钱 有很多金会 また経費もかかります 我们看到报纸新闻曾经报道 かつてある新聞の中では このように報じられています 西班牙巴塞隆那有一間很有名的教堂 スペインのバルセラムにある教会がありまして 他建得很高大輝煌 他已经经过几百年到现在还没有修 すでに何百年かけて直してき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まだ未だにそれが完成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这一間巴塞隆那的教堂 是很有名的 但是虽然修造那么久 但是这是物质上的建造 教会更重要的是软体方面 比如说说我三日把它建起来 你看到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教堂 包括英国 英国的教堂也很多 英国初期教会很兴旺 而且很有历史性的 因为当时的信徒很热心 所以很多教堂到处街道都有 但是信仰流失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教堂 变成卖给我们 所以你到英国的时候 哇 怎么这边教堂历史那么久 比如说你到爱丁堡 爱丁堡教会历史是一百多年了 还有Postmos教会 就是英国最南部的教会 那个也都一百多年了 外观很漂亮 那因为后来没有人聚会 所以他们必须要整修 所以就卖给我们教会 因为我们教会的信徒 从香港移民到英国之后 想聚会没有味堂 所以弟兄姐妹就祷告啊 求主耶稣能够预备 その場所をどうか与てください 那一杯之后 主耶稣就为我们安排 一个很适当的地方 所以好几个地方 就是买到其他教会的会堂 外观是不能动的 因为它有历史价值 但是内部可以整修 所以我们弟兄有建筑师啊 所以里面的整修就很漂亮 所以大家来聚会都很高兴 那你从这个情况来看 以前当地的人有会堂啊 为什么信徒流失呢 因为他没有信仰的根基 没有在真道上杂根 所以不认识所信的是谁 而且信仰没有传承 所以就荒惠了这个信仰 虽然有物质的会堂的建筑物 它不只46年哦 它都上百年的 但是没有那种信仰的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主耶稣的爱 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是愿意能够跟神建立欢心 我们明白神的救恩 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殿我三日把它建起来 那这个三日就是主耶稣用他的保血把我们救出来的 所以使徒行传20章 保罗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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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章的28节 20章28節 这边说圣灵哦 必你们做全景的监督 20章的28节 所以你要为自己谨慎 为全情来谨慎 所以牧养神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就是属灵的 就是耶稣用他的保血把我们救赎出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救恩 他用他的保血来救赎我们 他也前选我们 而且借着圣灵来建立教会 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定律是什么 所以很多地方教会就建起来了 他不是单止这个会堂 因为他们感受到神的爱 所以因为三天把它建起来 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恩典 如果没有神的爱 我们今天有谁会感动到神的面前呢 所以神从各国各主各方各民当中 就聚集他的百姓 所以感谢神 我们在世界各地 我们虽然有来自不同国家 跟这个弟兄姐妹 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都能够聚集在神的面前 成为神家里的人 那我们今天为了有一个聚会更宽广的场所 我们要常常用感恩的心 对主的爱激励 能够为这个建堂的工作来祷告 我们有些人这样说 有些人这样说 盖会堂就是靠建筑师 因为他会设计 会规划 那这是人的工作 但是建堂是圣工 我们要靠神来带领 我们在台湾有一些教堂 在五六十年前 因为那时候规定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有的乡下地方 有些是盖会堂是自己盖的 那有些人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们怎么不用建筑师呢 因为乡下地方 他们要花很多的经费 那当初也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有些会堂是弟兄姐妹自己盖的 那自己盖这个会堂 因为他有付出 所以大家都同心而意的 为了完成这件圣工 我曾经到菲律宾的时候 有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也非常贵 我这样只有遇过一间竹子座的教会 整个会堂都是竹子座的 连椅子也是竹子座的 讲台也是竹子座的 连那个门也是竹子座的 这个会堂全部都是竹子 那我到那里的时候 就问一个负责人 你说这个会堂是谁用竹子来盖的 盖得这么漂亮 他说有一个老弟兄 因为他比较有时间 他也有这种概念 然后他就说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 大家分工合作 所以他就 大家都去山上砍竹子 竹子都是主耶稣种的 所以大家只要买一些 比较简单的材料 就可以把竹子 用竹子来盖这个会堂 所以这样时间不但很快就盖好 而且花的钱也不多 但是弟兄姐妹都很亲爱 这间竹子会堂 让我印象很深刻 如果有机会我放个 这个介绍教会的影片 可以看 教会要有神感动我们 那无论任何圣工就很容易完成 而且也要靠圣灵来成事 所以圣经里面讲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诗篇127篇 诗篇127篇 诗篇127篇的第一节 诗篇127篇第一节 诗篇127篇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环屋 建造的人就往南劳力 我们要建造会堂 当然有些人说 我们有人就好了 但是有时候人还是有他的不足 人必须要同心 同心才有力量 那其实人所知的也有限 有时候有哪些差错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会保守我们 有时候你建堂的时候回过头看 你会想到说 神很奇妙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所以建造环屋的是神 看守层次的也是神 人的建造要加上神的建造 才会更完美 人的看守 要有神的看守 人的看守 必须神的看守 这样会更得到 这种周全的一种体会 所以有一个牧师 他曾经被我们教会的长辈这样说 我看你们真耶稣教会 这个有钱的人不多 但是你们也没有接受国外的援助 那你们怎么会堂能够一间一间盖起来 我们这位长辈就告诉这位 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牧师 他说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爱神爱教会 我们也不是靠势力 也不是靠才能 我们是靠神的灵来成事 他听到这一句话感受很深刻 他说对啊 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写啊 那你们真耶稣教会真的这样做得到 没有靠势力 靠才能 靠神的灵来成事 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第四章第六节 四章六节 四章六节 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 是靠神的灵 荒人成事 真的靠圣灵来成事 所以我们今天 要为建堂工作祷告 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土地 那当然经贵上会有压力 但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 要同心来祷告 上个礼拜 在联络处有去关心这个关西跟神父 先週ですね 連絡条里 関西地区 因为他们议定明年5月5号要 宪堂跟成立教会 明年 那当然信徒因为也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两个地区加起来也有100多位 所以我们就鼓励 我们当然会有困难 但是我们要靠神 要从祷告开始 所以晚上的时候 我们自己拨时间 祷告20分钟30分钟都可以 让时段自己安排 那如果 平常白天在家也可以祷告 一天里面最起码要有 二三十分钟为教会建堂祷告 我们平常晚上的时候 墨田教会都有一些统领来祷告 当然我们住在附近的也有 如果时间方便也可以一起参加 当时我们以前从小村警告 当时还没有慰堂 就一直祷告祷告到有慰堂 当时奥莱で祈祷書を持った時 有了慰堂 又觉得信徒怎么那么多啊 空间很有限 所以弟兄姐妹又觉得说 我们要开始再祷告 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啊 所以 晚上如果时间方便 八点到八点半来教会祷告 当然这个都自由了 那星期五呢 我们来聚会也是要为建堂工作祷告 星期六我们也有祷告的时间 要把这个祷告放在心上 相信我们会看到神在带领 我们教会的负责人 这些建堂委员 神也拖入他们责任 让他们有这个智慧跟见识 能够去推动这个工作 那相信呢 神会再带领我们 因为不是靠势力 也不是靠才能 要靠神的领来成事 所以当我们在建堂前 或者建堂进行中 我们要从祷告开始 然后从祷告来完成 圣经里面最明显的 就是尼西米 尼西米的祷告 因为他有看见 看见这个圣殿的需要 因为城墙被火燃烧荒凰凉了 所以尼西米祭一开始就是祷告 我们来看尼西米祭 尼西米祭第一章第四节 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了 因为第三节说 他见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 拆毁城门被火燃烧 因为当时他们是被炉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 当然我们也是要有所看见 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 看见说这个路要怎么走 所以他第四节就讲到 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然后他是在神的面前祷告 那他怎么祷告 他甚至是禁食祷告 断食して祷告 有需要的时候要特别禁食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 祖威叔他医病赶鬼 他也禁食祷告 因为以祈祷传道为事 那以施帖呢 因为他在王宫里头 后来莫迪凯跟他说 这个哈曼要把犹太人都灭掉 所以神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为犹太人来讲话 所以莫迪凯对伊斯蒂说 你得到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职责 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机会 所以你愿意把你的时间 你的恩赐 放在这个圣宫上面 对教会一定有帮助 以施帖虽然讲一句话 但是神就开路啊 这个故事在李斯蒂记里面写得很清楚 明西尼他就禁食祷告 而且第六节又讲 他是昼夜祷告 说神啊 你睁眼看 侧耳听啊 徒人呢 是昨夜 在你的面前 来祷告 他是很有心地 跪在神的面前 然后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是提到认罪的祷告 因为百姓会这样的事上 是因为他们得罪神 当然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有不足我们要做还行 在神面前能够改变自己 那相信呢 神会垂听 那第七节到第九节啊 你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平信心的 因为他相信 无论到哪里 神都会把世上的人 从天涯把他召聚回来 这可以说是说 有时候我们 这个 世上或者说 不能够同心的时候 当然神要把他聚集过来 那聚集过来的时候 大家有一条 共同的信念 这个信心建立之后 他就相信神的应许 神的带领 神会开路 所以这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第十节他就向神感恩 他说神啊 你用大能大力来救赎我们 十一节又讲 十一节又讲 他为众人来代求 そして全ての人のために祈っています 主啊求你徹听仆人的祈祷 所以他的祈告呢 他也借着这样来鼓励 敬畏神的人 大家一起来祈告 所以十一节说 求你徹听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们的众仆人 所以不是一个人喔 包括众仆人 所以这个祷告的力量 从少数到多数 祷告的力量 祷告的力量 从少数到多数 祷告的力量 祷告的力量 他必成全 所以祷告从两三个人 祷告从两三个人 祷告到众仆人的祈祷 而且这些人是喜爱敬畏你们的人 你如果再详细看这个《尼西米记》 他还有一个观念让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说他的祷告呢 他把它放在工作前 工作中 工作后 这样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第一章第四节 第一章第四节 他就是工作前 第二章第四节 也是工作前 他预备自己 向神祷告 因为他虽然向王来求 但是他求之前相信说神会开路 所以他心中莫打 这个很奇妙 虽然这个心中莫打 时间不长 但是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 因为他平常就有在祷告了 那今天王问他说你为什么愁眉苦脸 你有什么要求吗 他不能够得罪王 所以他就回应王的话 这个很奇妙 王答应他所求的 就像真言里面讲的 王的心好像笼沟的水 水溢流转了 王的心在神的手中 因为神惊动他的心 他就答应了嘛 所以这个当中第八节就说 最后一句话 说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所以工作前呢 他就祷告 那工作当中呢 你如果看第四章 因为他遇到困难 所以第四节 他说我们的神啊 求你随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被毁谤 所以他向神求 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求神能够开路 那到了第五章第十九节 这也是工作中 说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为这个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给我 工作当中 就求神施恩 但是工作当中有时候会有不同意见 或者有一些阻挡的时候 所以要求神 所以要祷告 祷告什么呢 第六章第九节 他说他们的手臂软弱 这是对敌啦 当时有一些抵挡的力量说 他们的手臂软弱 工作不能成就的 有些是讲风凉话啦 拨人水的啦 扯后腿的啦 这个 但是他说 求神坚固我的手 这工作中啊 那最后呢 你看最后十三章 三十一节 他最后也是感恩祷告 说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给我 虽然这个工作完成了 但是你可以看见 工作后 他把荣耀归给神 看六章十五节 六章十五节 这里说 雨露月十二十五日 城墙就修完了 总共五十二天 五十二天就修完了 因为他们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门 对不对 还有大家这样分工合作去做 结果很奇妙 十六节说 这个工作完成 是出于我们的神 是出于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现在是工作前 将来会遇到工作中 那之后会遇到工作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工作是出于神 所以圣经说 成就造作建立在神 成就造作建立在神 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开始 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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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33章 耶利米书 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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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第二节说 二节 成就造作建立在神 第三节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将你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指示你 这很奇妙耶 所以你看那个撒木尔 撒木尔在那个 米斯巴的时候 他有讲了一段话 我们来看撒木尔祭上 撒木尔祭上的第七章 撒木尔祭上第七章 撒木尔祭上第七章 第七章 这是他在米斯巴所讲的话 因为他为百姓祷告 之后他就讲了一段话 因为他看到神的帮助 我们看十二节 撒木尔祭上一块石头 立在米斯巴跟扇的中间 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 这个石头叫以便以谢 那意思是什么呢 说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 你会看见这件事情 这很奇妙耶 我曾经负担过一个教练 我曾经负担过一个教练 买了一块土地 结果那块土地 不能用 因为政府规划的时候 从中间要开一条路 你买这一块土地 花好多钱买的 卖也没人要 因为不能用 你怎么盖房子 中间一块土地 中间被开一条路 那负责人头痛 那负责者本当に頭痛 怎么办 要卖卖不掉 要用不能用 真的很为难 后来大家说 我们从今开始祷告 所以礼拜五不机会 大家很多人都祷告 这个二十分钟 然后 平常大家都用心祷告 礼拜六也是一样 几乎每天都在祷告当中 结果很奇妙 神开路 后来刚好 又有一次的都市计划的变更道路的时候 因为那个路要开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路变成开到旁边去了 因为要配合另外一个路过来的时候 还有考虑到安全性 所以我们教会这块土地 又恢復原来的整块土地了 他才开始盖 结果一盖的时候 路责人说 教会没有钱 大楼要花很多钱 有信徒 他的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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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不错 念 想法 说我们 一楼给教会用 六楼也给教会用 然后 二楼 二楼到五楼 二三四五 大概有四户 四四十六户 我們讓信徒來幹 然後教會跟信徒合見 因為這個地是教會的 那這樣可以減輕教會的負擔 那空間也可以更多給教會用 那以後信徒如果要搬走了 就一戶一戶賣給教會這樣 結果後來大家都這樣完成 教會的負擔很輕盛 那有的信徒搬到別的地方去住 他就把這個他住的地方賣給教會了 所以現在教會的空間很多 這是大同教會 他就是這樣合見起來 這個同心很奇妙 你看到神在動工 所以撒木耳說 至今神都幫助我們 所以願神來幫助我們 墨田教會 我們能夠來成就這件美事 我們來唱詩 174首 174萬